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高山流水,秘之音 从前,有一位很善操琴的士大夫叫于波牙 一次,他带着琴童路过马鞍山 看到大自然的美妙景色,兴致大发 就在山前谈起琴来 波牙把微微群山的壮美和潺潺流水的轻柔 都融入到他的琴声中 弹奏得十分悠扬细腻 忽然,波牙感到琴音似乎更亮了 心想,这附近一定是有人听懂了我琴声 波牙换来琴童,让他到周围看一看 有什么人在听琴 琴童去了没多久,带来一位侨夫 波牙对眼前的侨夫不屑一顾 心想,琴童真是无知 这样一位山野之人,怎么会是听懂琴音的人呢 但出于礼貌,波牙还是对来人问道 你喜欢听琴吗?来人点点头 懂得琴吗?来人为正面回答 而是把波牙的琴声所表达的高山流水之情 一一说给他听 并且把琴的来历等也说得一清二楚 明明白白 波牙大为震惊 一个庄护人,怎么会有这样高的悟性? 波牙又问了几个有关琴的问题 想不到来人也一一作答,分毫不差 波牙双手握住来人的手,对他说 我盼了这么多年 总想寻找到一位知我琴音的人 也不枉我半生的琴艺爱好 现在终于找到了 知音就是你呀 自此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 这个人就是钟子柒 两人分手后,仍彼此相互牵挂 波牙对琴更加钟爱 琴艺也更加精湛 波牙每次有了新曲 都要找来钟子柒听琴 每次钟子柒都能对波牙的琴声 做出最恰当的理解 两人都深深感到彼此能相识相知 真乃三生有幸 一次,波牙又心谱一曲 于是又前往钟子柒的家乡 要与知音共同欣赏此曲 想不到,到了钟子柒家中 方知钟子柒已不幸身亡 波牙悲痛欲绝 携琴于钟子柒坟前 遂琴明智 既无知音,从此再不服琴 未经计区 cere称第一讲